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浦, 欢迎大家来到12月17日凌晨的桑浦论证 鼓励大家,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广告, 利用Superfans Function, 赞助火加美本人, 当然看完这段片 我们希望大家继续关注美国大选, 明天我和杰斯会读《新桑海神州》 希望第五能够和杰斯在《新桑海神州》的节目见面 第一次在我这边, 第二次在杰斯频道, 希望大家到时收睇 我们今天说美国大选, 过去24小时发生什么事 香港主流媒体不说, 其他媒体亦都在蜻蜓点水, 说一些风花鼠月的事 我说的比较扎实, 说一些事实给大家听 重要的新闻我会多些分析, 次要花边的东西, 我蜻蜓点水点过去就算了 首先要说什么呢, 特朗普在昨天中午, 16号的中午, 出席了 15号的中午, 15号的中午, 出席了芝加哥经济俱乐部 The Economic Club of Chicago, 和彭博社, Bloomberg News, 联合举办的午餐会 这个午餐会呢, 特朗普就之前不知道访问他的人 不是他的支持者, 是一个Trump Hater, 是憎恨Trump的人 这个当然是左交, 华尔加集团, 深层政府, 尤其是华尔加集团, 彭博社, 总编辑 约翰米克尔斯维特, 叫做什么, 米克尔维特, 这个访问 这个是John的访问, 简称是John的访问, 他的性很难读 採访的主要议题是经济, 当然, 这个主持人, 压情, 跳不同的议题 不断地把他的意见强加到Trump, 不断地扣问Trump 其实就不是一种比较独立的分析, 而Trump在讲话的时候不断打断 不断转换话题, 这件事我觉得很失礼 我看过之后, 我心里觉得Trump 要用好好的脾气去应付这些人 Trump 在上台前, 他幕僚先告诉他, 这个是Trump Hater 这都要顶硬上的, 他的应对相当好, 而且他可以利用这个地方 变成了选举做势的活动, 你记住每个选举人的这个 来到这个目的, 不可以回答别人的问题, 你来到这个目的是 做势, 而当时很多台下的人都是Trump 的支持者 都给了很多反应支持Trump, 所以我都很感谢这些人 如果没有他们在的话, 整个情况可能会完全不同 即是一个人捱这么多人打, 可能不止三打一, 而全军一起打你, 这个就很大意思 但是Trump 应对相当得宜, 他可以就更广泛的问题, 坦率 陈述自己的观点, 和可能採取一个政策 这个Economic Club of Chicago 也有找过卡马拉去的, 但卡马拉不去, 拒绝 採访Trump 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面对目前35万亿35兆 即是巨额的美国国债, 你有什么解决方法? Trump 的回答就是, 重点不是国债, 重点是保护所有企业, 降低企业的税率 减少对他们的限制, 即是减少对他们的regulation, 让他们的健康运转 这样国家才能得到更多的税收, 得到更多税收, 才能够逐渐解决巨额国债问题 其次Trump 就会提高进口关税, Tariff 这个是key word 保护美国的企业不受海外恶意傾销的损害, 不能够令到美国工人失去工作 这才是重点, 其实已经回答到这个问题, 不过似乎 一直反对关税的John 不缓 Trump 总统就关税问题, 和John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Trump 总统还要就无战争中东国势和台海问题 美国在北约经费中承担过重的问题, 坦率沉述自己的观点 Trump 还为一陆事件, 就是国会山庄事件蒙冤的爱国者身边说 他们都是peacefully, Patriotically, 爱国地和平地表达自己的意愿 整个事件唯一一个死亡的人, 就是H.D. Barbett 而他是被国会警察枪杀的, 特朗普总统还说到非法移民 但是我重申一点, 特朗普说是和平转移权力 他不断挑衅这个insurrection, 特朗普是和平转移权力给拜登的 你问特朗普如何保证会和平转移权力 2021年的时候, 1月是和平转移权力给拜登的 对吗? 这件事为什么特朗普依然对于所谓选举的舞弊会有质疑? 因为当时司法是以他没有原告的资格性, 原告的资格, 就是standing 将他否决所有的司法官司 即是说这件事未经过法庭, 应该要有的严格法律审查 所以这件事所谓的造票疑云, 拘之不去 不代表他会接受2020年的结果 但是怎么也好, 为了美国来说, 都要交出这个政权给拜登 因为这个制度相当落后, 相当有问题 希望他今次当选之后, 真正改革联邦选举制度 制定联邦选举的法律, 不是任由各州自行其事 然后在一种放任一些南州去处理这些事 或者在一个估算的空间之下, 达成这个目的 特朗普都讲到了非法移民问题 就是认为这个第一大问题 他就说, 在拜登哈里斯政府的重用之下 目前已经被证实, 有包括超过13000名 来自南美的杀人犯Murderous 在内的40多万名罪犯, 通过南部边境进入美国 令到美国的人民身家四名财产, 蒙受巨大的威胁 当主持人, 也是彭博社的总编辑John, 问到特朗普 你将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特朗普更干脆利落地回答 Deport them, 遣返他们, 会场爆出鱼雷的掌声 这个持续了超过两个小时的访谈中 听众不时对特朗普总统的精彩 特朗普总统的掌声 我自己看了整个小时, 一直听着他说的 我会觉得特朗普的应对相当好 他利用这个场合, 变成他造势的活动 而且回答了很多别人问他的问题 刚刚过去的15号, 讲到关税的时候 特朗普就和彭博社的总编辑John Mikkovic 就是展开了激烈的争执 他说给这位记者知道 这个人不停挑战他关税 总厂, 美国消费者市场等等 他说这个人说的一世都是错的 I am right and you are wrong 他说你很难说服自己 一世你相信的东西 突然之后他跟你说你错的 你当然反应会很大 这个John就问特朗普 你怎样才能够对外国公司徵收高的关税 同时又不会对美国消费者造成经济冲击呢 他说因为美国经济和中国和欧盟的交绩在一起 这个编辑John就说 整体上的影响是巨大的, 可能是巨大的 并补充特朗普准备令到美国陷入一场贸易战 其实这些说法什么trade war negative impact 全部都是屈鬼他 特朗普就是说 这个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完全没错 不过是正面的影响 而不是负面的影响 这个绝对是正面的 然后全场如雷掌声 特朗普亦评计说 你花了25年时间 将关税讲成是负面的 然后有人向你解释你完全错 这个对你来说当然很大打击 当然很难堪的 唇枪舌桀 John也对特朗普追问说 你如何看待那些声称征收如此高额关税 将成本带回想要扣满外国商品的消费者身上的批评者呢 即是说你批评你你整到现在一般市面的消费品物价高企 那你有什么的说法呢 他说这个批评人士说 你的关税最终会好像一种全国性的销售税 目前美国有价值三兆美元的进口产品 你要对每一件产品都加关税 这个将会推高所有想购买外国商品的人的成本 这个不是简单的数学吗 特朗普就说 是的 没错 但不是你这样 我一直很擅长数学 他说根据他的政策 对外国企业征收的天文数字关税 将会使他们转移在美国开床 听不听得明白 即是说今时今日 你今天不是静态地看 哇 你征收高的关税 然后呢 哇 写到我的物品呢 起了降 起了价 他说 你的重点是 你要有重大的力量 甚至要比2016至2020年的时间更强的力量 不能医院波慢慢来的了 一下到位 就要将所有的所谓的关税壁壘全部加高 这样呢 有很多的企业呢 都要回来 他都说过了 有些人在墨西哥 想为中国生产汽车公司 听到特朗普这样说的话 特朗普可能会当选 立即suspect 停止他在墨西哥建厂的所有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特朗普会将其次总统 会将其次总统 所以他们现在suspect 如果哈里斯、哈普、卡马拉 成为总统的话 又重新起动了 重点是加关税的手段 收关税是收不到很多 重要的地方是 要那些产业回到美国建厂 那你收的税率呢 15% 就不是20-30% 对你有益存 换言之用这个方式 来鼓励你 回到美国请人 去做有关的投资 当然啦 你问一些厂佬 那行不行的 这样 很多都行 有一些需要极大的 庞大的 所谓努力密集工作的工序 依然会外挂 但是很多一些 关于用头脑的 科研的工作 一定转回去美国 而有些可以 请回美国制造业 首手脚的工人工作 都会转回去美国 即是那些极度低端工作 可能留在外面 大概我想法是这样的 如果这样的话 已经是非常大的帮助 换言之 一个在外国车厂 交当地税的美国企业 要回到美国 原先不交美国税 现在要开始交美国税 那我问题是问题 这样做法是正还是苦呢 数字是这样计的 不是说你收人家多少关税 会导致这些消费产品增加 那个价格 不是这样计 而是那些开厂佬 来到美国生产的时候 将整个物价压低 也使得美国的就业 蓬勃 数字就是这样计的 那他说你知道还有这一种理论 你将关税定得那么高 那么可怕 那么令人讨厌 他们立即会回来的 这个就是Trump的logic 关税越高 好公司就越有可能进入美国 在美国建厂 那就不需要支付关税了 那Trump的一些承诺 就是彭博社的质疑 就是说 比方说这个 汽车贷款利息可以免税 增加了国家的债务 就是你将一些car loans 可以做deductible 那可能会增加国家的债务 因为收税收少了 那么他仍然说呢 其他出版物 有很多的媒体也批评 Trump希望对小费 社会保障收入 和加班工资免税的政策 会累积巨额的债务 Trump就说 他们一直都错 顺便说一下 你都错 哇 就是将他一军 接着这个重片辑 更反驳说 Trump试图将这一场交流 变成一场debate 辩论 谁想辩论呢 Trump就说 但你错了 你错了 在这件事上面 你一辈子都是错的 你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他 我不跟你今天的辩论 You are wrong You are wrong On this matter On your whole life You are in your whole life You are all wrong 这个就是基本的一个原则 大家知道 卡马拉 就向选民承诺 他们的政府 会被他们 减税和补贴 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 卡马拉曾经表示 他将会增加儿童免税收底面 为新的手扣族 即房屋的手扣族 提供25,000美元的首付额 不征收小费税 并且将新小企业的税收假面 由5,000美元提高到5万美元 多过零在后面 当然这个做法 为什么人们不质疑他会推高通胀 On the same line of thoughts 为什么他们不会推高通胀 承诺15%的企业税 更少的监管 就是Deregulation 低成本的能源 以及使用联邦土地和港口基础设施 但前提的这些公司 僱用美国工人 并且搬回来美国 Trump威胁说 要对每一部 由墨西哥入境汽车的征收 即中国、墨西哥、美国 哪个汽车由墨西哥入境的 都要征收100%关税 并且直接说 你不够200 300 1000 2000 使用到的目的不是要收你的税 而是使用到产业重返美国 所以在未来的四年约的Trump当选 并不只是说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你只是给钱 不给钱你就回来 You have two roads to choose 你只是给钱 You are made in America 给 the tariff 你只是两个方法做 而不是说 你又不需要给关税 也不需要回到美国 No 回到美国 創造就业 经济荣景 给钱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你自己选一步 当然 这个做法就是 这些企业回来 这个才是Trump 要达成的目的 现在这个地方 不像四年前 之前的任期四年里 要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现在不是说钱 现在是说 你要回来制造就业 不是钱可以解决到的问题 是整个产业结构 美国要改变 他都说给机械公司的John Deere 如果他迁移到国内 他们的产品就会收到200%的关税 如果你在国内 完全不同 15% 他曾经在Savannah的演讲中说过 美国工人将不再担心自己的工作被外国抢走 相反外国会担心他们的工作机会被美国抢走 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 而同时 讲到台湾的问题 Trump也有所着脈 这一点我会有少许解释 在后面给大家参考 因为大家知道中共解放关于14日的凌晨 在台湾周边空域 展开所谓的联合利剑2024B 叫做战B的演习 不单止对台海局势造成重大威胁 亦对美方直接挑衅 Donald Trump被问到 是否在中国侵略台湾时派兵协防 他声称 我和习主席的关系都好 我和普京和金仔的关系都好 而且还说 如果我上台 根本不会有这些问题 根本不会有这些问题 他说 北京现在这样做的原因 是因为以后不会这样做 所以现在先做了 明白吗 你明白吗 这个就是他的答案 即是说今天北京之所以早次 是因为败匪和哈普的政权 导致助大了他们要再威胁台湾 如果我上台 这件事根本不会做 我怎样解释这件事 他没有说 他没有回答你问题 他甚至在后面也说 其他问题的时候 我不希望commit you this question 为什么呢 你对这些恶棍 这些黑帮 全世界最大黑帮 中共去周旋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的策略是很不同 听过我节目也知道 所谓的管控论和圣理论 圣理论 我再说多些给大家听 你不单是当他狮子老虎柴狼 你要消灭他 是三部曲的 三部不可以同时做 是一部一部 就是撒完一套 再另一套 三部曲 三个D字 Deter Defend And Defeat 再说一次 Deter Defend And Defeat 什么是Deter 阻割 美国现在Trump 的情况之后 就大量阻割 代替那帮传统外交官 一直使用的这种 所谓的外交滑船 深层政府经常说 又聊又继 既竞争又合作 又希望管控分级 设置湖南 搞大堆这些基身格主义的东西 希望外交官的目的是 保住他们的烦门 只要和平没有战争 是他最大的目的 是否守护美国利益 在所不问 一切都是不问 对错善恶 只问实际利益 只要大家有沟通 有关系 就是他们外交官做的所有事情 这些就在台湾外交人士 美国外交人士 这些人一直在脑袋里面闭湿的一部分 也都是基身格以来 这些徒子徒孙教坏他们 接着这些人 利用这个空间 中暴思浪 权钱交易 大家明白 我们抛弃这套东西 重新插出胜利论 真正三部局 先阻嚇 阻嚇不了 去第二期 他就打了 打的就一定defend 但你不可以在阻嚇的时候跟你说 我一定defend他 你这样搞的话 是会加剧冲突的 deterrence最大的地方 不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打台湾 美国一定会defend你 是要告诉中国 我们有实力可以defend determination摆到最后 但是有一定有 而台湾本身都不可以靠美国的 我经常看到很多台湾的一些人说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破防预算 特朗普说要加到10% 浪费的 他说一下 什么说一下就是要给 2025年 6480亿台币的预算 放在这个政府的预算上 现在国民党在挡这个预算 2.4% 是占GDP 2.4% 要加到10 换言之你要jump 4-4 即现在这个数字成4倍 如果是这样 你是不是要加剧你自己国防的支出 同时认知作战 政治作战 三个战争 法律战 舆论战 心理战 又要另一批的支出 那这些东西 是不是台湾现在这么有钱 钱掩脚毛 应该要花很多钱去defend自己台湾 这个基本原则 不是你做马英九同路人 你做国民党同路人 是不是 有些香港出来的评论人 根本就是国民党的同路人一样 那这些人大家知道要小心 好了 对于Trump 的这个要求 应该满足 不要做freerider 这个应该这样做 好了 去到今时今日 Trump 就说 台湾给钱 Trump 可以大可以不要求 他不见到江国 莫三秘克 什么马达加斯加 毛里球斯 新加坡 有没有向这些国家要求过 喂 你们给钱我 10%我才defend你 不会这样 他给一个offer 给台湾 你给GDP 10% 我才会defend你 因为你距离太远了 你要我defend你呢 可以给钱呢 意思是什么呢 只要你肯给钱 我就会defend你 由因为Grace 变成什么呢 contract 契约 合约 合约 明目 那么更加好 有合约 还要在台湾要说 10%军费 那我换取什么呢 是一些发了毛的防弹衣服 还是更多军队驻防 更多战艦军机巡役 进入这个四眼的情报系统 甚至入了安保的一种合约 甚至外交承认等等 这些全部都排上日程去谈 谈是永远坚矩的 你看美日安保 美韩安保 美非安保 都是这样谈出来的 而台湾在未承认 被美国承认为一个国家之前 这些谈法是实质上 是帮到台湾的事 何乐而不为去谈呢 为什么有些左交的 深层政府的 愚蠢的 stupid的 狡猾的 奸细的 依然是做一些这样 反对Trump 的这件事 我觉得毫无意义的 台湾当然要自立自强 国防民防深防缺一不可 不只是靠美国 不可以做不合搭便车的人 要显示到台湾抗战的决心和勇气 但是这件事 我读过谈查结果给大家知道 就算国民党 民众党的支持者 过半数的人都肯去Defend Taiwan 这是好的现象 但是我们不只要有一种决心 还有实力 训练各方面的东西 端赖官方和民间 在台湾未来这几年 如何努力 好 现在他问这点的时候 Trump 要没有说Defend 不会说的 当他Deterent的时候 就说Deterence Deterent不到你去进犯了 才说Defend 而这个福岸不可以先说的 你先说这件事 那就会牵涉到加剧了阵营对抗 以及使得台湾会搭便车 为免这种情况发生 简直是清晰的 是一定会Defend 因为你开了Deterent之后 你后面的沙盘推运一定会出来的 你左下 左下 左下成功 那就完了 左下不成功 画鬼脚一样 接着就是Defend Defend成功 完了 Defend不成功是什么 Defend 直接摧毁止禁城 直接摧毁中南海 进杀中共杂猪头的方牌 灰灰灰灭灭 Defend 是战胜它 你一定要战胜它的目的 才倒推两步 又Deter 左下这件事 Deter, Defend, and Defeat 不是我说的 是美国所有这些 勝利论的战略 必定有三部曲 你开始Deter的一刻 已经决定最后要Defend你 除非你投降 否则要你灭亡 这个不是说有些人说要说灭共灭共这些东西 不是说这些东西 而是说这件事就是美国已经上很多螺丝 不再走外交路线 改彩勝利路线 这个已经向这个目标进发 但是你说你没有Deter 也没有Defend 直接跳去Defend 不会这样的 现实政治不会这样做的 OK 所以我们要看看Trump 是有理 有力 这样做 回答的问题 哪些人说 哪些人不说 大家都很清楚 他不希望在这个地方 丧失和这些 惡惯聊天的机会 因为你连聊天的机会都没有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作出巨大的阻吓的 等于 一天跟你说 我一定在外面不断放放话 三宝 我一定会打获利金的 你看着 其实这件事是没有意思的 什么是真正有意思呢 搭着肩膀 摸着酒杯底 跟你说 给你看一张照片 你老母 和你老婆 在撒尿的样子 是否很有趣呢 那你才会害怕 那你生气之后 你要害怕 你是否想我给你 刚刚撒尿的样子 那你才会害怕 要和别人摸面 你要去到关键时刻才摸面 那才产生最大的阻吓力 这些就是 做政治的人 必须要了解的问题 那你想想 当特朗普说 台湾应该要保护标保护肺 是一个offer 那你逼他回答这个问题 也没有意思 那你说 卡马拉也没有回答 那你能够回答到 Well 卡马拉拉不达到 不是基于性理论 它是基于什么 外交 要想做回那一套 所谓既竞争又合作 战略模糊 又想达成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呢 哎呀上下其手赚大钱 不要得罪中国 取消中国关税 觉得美国打败贸易战 特朗普说的所有东西都是垃圾的 跟中国又谈又砌 撤资互难 管控分歧 定期对话 避免战争 避免擦枪走火 又是这套 这样的东西 That leads to nothing 因为你当他是小孩子 而不是当他 豺狼野兽 这个是基本的原则 管控论 和胜利论的重大不同 那所以这一点 希望大家明白 特朗普的答案 会觉得相当好 当然特朗普也之前接受彭博社的专访都说过 提出过台湾应该去美国支付捍卫费用 Pay Earth for Defense 并且近期表示 台湾的国防预算 应该提高到国内生产无额GDP的10% 不单止是这样 特朗普还抱怨台湾抢走美国的晶片生意 这叫晶片生意 当然了 什么是抢走呢 应该说 他不断去做 用平价来很多美国公司 找TSMC台积电的给单给他 接帮忙 这个当然是自由贸易的情况 台湾也不需要做口试 如何抢 如何steal 重点的地方就是说 今天台湾这班公司 能不能使得美国的就业能够繁盛 看到台积电 日本红本投资 而且美国也投资阿里桑纳的投资 你会知道 基本上很多台湾企业都知道 闻到浸脆 现在不想发条 因为现在拜登当政他不要求 但特朗普一当政 他知道路径清晰 绝对不会不确定 不像左交媒体说 uncertainty 因为特朗普上来 uncertainty is the other way round is certain 你一定要去那边投资 而投资到多少才满意 这个是uncertain 但你的投资是必须要有的 令到美国能够有生意 在那地方 而令到供应链的安全 令美国满意 而这个东西 不会等于 你要取消全台湾的生产 要把台湾生产完全移入美国 你将有些生产的环节 给美国做 因为始终 在商言商 有很多的生产工序 在台湾做是比较便宜 比较efficient 比较cost effective 这些替代不了 但有些部分 是不是应该给美国去做呢 所以我就说了 这些东西完全是一个 政策上的内容 即是说美国说 我一直在帮着台湾这么多 你都要获利回套 投途报理 不可以吃完之后 连碗碟都不扔自己 在那里拍拍屁股走出去 to me 我会觉得 我就是一个国外人 就是试图集了国外人的想法 某程度上是对的 去到哪个位才大家满意呢 大家可以有不同的争议 但是这一点呢 才是应该要做的一个方略 OK 这个就是重要的地方 那么当然了 在这个阶段呢 有一宗很重要的新闻 不得不保 就是关于呢 乔治亚州 富顿郡 富顿郡 有一个superior court judge 叫Robert McBurnie 麦本尼 那么他就是呢 在这个 大家看到呢 最近呢 就作出了一个判决 这个判决呢 就是否决了呢 一帮支持共和党的人 希望呢 在当日呢 即是说 截止投票的时候呢 会可以呢 去计算呢 票数 票数不是那个投票哪个人啊 是paper balance 收到多少的paper balance 和你公开报出来的paper balance 要匹配嘛 其实你真的要那个棍 这就是一个棍 一个Fulton County 不是整个Georgia Fulton County 应该整个Georgia 在Fulton County 起诉 每一个州 他要做的这件事 基本上牵涉到呢 州的选举委员会 state election board 是怎样做 其实state election board 要求的是什么呢 要求的是说 哦 一停止投票 11月5日 晚上停止投票了 立刻点 我们收到的所有的实体投票 和现在你们点票 最后报出来的数 是不是一致 基本上要手点回票 不是点这个人投给Trump 还是投给Harris 而是投paper balance Count of paper balance by hand after the post close 这个就是他们的要求 据说他们只要 以分钟计的时间 不会是以几天的时间 去做这件事 现在Georgia 他本身这个州 不是适用所有州 州有条例 这个例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州 本身就要 比如11月5日 星期二 就要去到 即下一个星期一 如果星期一 公众假期 就是星期二 刚刚今年就是 11日 11月11日 公众假期 所以要去星期二 5点钟 5pm之前 即在乔治亚州 在11月12日 下午5点钟之前 要有certify的结果 那么这个每一个棍 他们本身的委员 会要certify 要确认到 这道票有多少 那么现在这个法官就说 你不要搞那么多 总之就要certify 不可以再怎样了 因为他说 喂 你那个州啊 每个棍都没有这样的预算 有这个人力 物力突然之间 增加他的劳累 去怎样这种东西 好奇怪 这个需要以分钟计 就是顶多一两个钟 这样的时间 他都花不起 不想 他不想多这个步骤 然后呢 民主党人士 那些所谓的左派 非常开心 就说不要怎么对了 那就是这样搞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是一个呢 右派 即是支持共和党人士 Pro Trump的人士的挫折来的 因为他就说呢 照样一定要在12号下午5点之前 确认结果 无论怎样都好 每个county 只要你们有county election officials 每一个棍的选举的人员 就是在deadline 去 certify 结果呢 就当是 现在你先搞一些 Hand count rule 遥遥一格 搞些花拳兽腿 It's too much and too late 这个法官说 Fulton County Superior Court judge Robert McBernie 他说呢 太多的要求 太迟了 那你会使得 整个选举程序 陷入不抗敌 也都使得这个情况 妨碍到一个 合法和有效率的选举的产生 他说 任何情况之下 没有任何的选举的专员 是有权去拒绝 确认或者缺席确认 选举结果的 而任何 这个确认选举结果的 迟然 的延后 也都会使得 即是说 选举陷入一种 不理想的状态 这个就是 Georgia 这个 Robert McBernie 这个judge 的几个说法 他说 现在法例上 关于你说 要人手点票的规则 是没有任何的指引 或者没有任何的训练的工具 去怎么去执行 而州的秘书长 也都认为 这条人手点票规则 也都太迟 令他们的公务员 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支援 或者是训练 那么这个法官呢 也都说 也都没有给他们 加班补贴的预算 不是加班补贴 一些很基本的要做 如果这样的话 哇 那不得了 即是你说 没有加班补贴预算 你没有预算里面没有这筆 于是乎就不准做的话 这是一个reason 我听下去 我觉得is quite wrong 怎么可以这样去 处理这个问题呢 但是呢 的确是这样 所以这件事呢 令到大家都会觉得 哇 相当头狠 究竟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当然啦 我们看到是 很多的人 依然 就是左派认为是一个 重大胜利 但右派认为 喂 小心点 我最近看我在几个节目下面 一些留言 有几个很有心的朋友 提到一件事 为桑普你要注意 我欢迎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他说 你说是特朗普是有很大的赢面 是 我都说民望上面有很大的赢面 但是 选举制度是一个大的x factor 那我都说过了 加州 加州当然是南境的 但是他 改了个选举制度就是说 选务人员不得要求 这个投票人出示他的这个 这个国民身份证明 这是什么要求来的 简直是 跟着 我也说过Nevada 这个opt out rule 即是说 原则上 每个人 派了一些 邮寄投票的 一些 选举票单给你 除非你自己选择 不要 否则一定派给你 很多幽灵人口 假地址 那你怎样 这个是另一个问题 或者有些人 是故意操弄这些东西 去乱投票的 跟着 这个 Georgia 这个关键的 16票的 即是Nevada 6票 这个都是少一点影响 Georgia 16票的 关键到无伦的 如果这个州 如果陷入这样的不公 又一次 不知是 好像 美国版中匿事件 塞一大堆的选票 去吸引 那你怎样去防盗呢 因为 你报出来的票 总数 要和我看到 你报出来的 总数 要和我点到 数目 是基本相符 如果有很少的差距 我都觉得 不可能完全100%对 你不是做会计数目 你要支撑负责表 一个先都一样 我们只是说 你希望基本上相符 不会影响到 选举结果的相符 如果不是的话 就很大气 那这个法官就说 我就是这样 总之你不要搞 你不要碰 你有问题的 等那个county 郡的 这些选务人员 扩认的数目结果 你再告 是吧 用这样的方式 我是流氓 谁怕谁的方式 来处理这个问题 我觉得 哇 心寒 这件事呢 现在很多中文媒体 都未报到这一点 我率先和大家说 这个是 我会觉得非常重大的忧虑 如果大家住在Atlanta 或者是Georgia任何的地方 或者是Georgia任何的地方 或者是Georgia的选民 我都希望这件事能够 大家的聚集力量 能够尽快提起有关的抗告 上诉 抗诉 这点很重要 如果他没有办法去抗告 或者上诉 这个已经终极的答案 的话 我会觉得非常得人害怕 即是说 我很担心 这个选举不公正的情况 只要以分钟计的时间 而不是以日计的时间 就可以 确定到 真是收到的总票数 而不是说投影哪个 总票数 是你报出来的总票数相符 你这样也不行 我会令我非常心寒 好了 接着大家都要关心麦当劳事件 麦当劳事件是什么呢 因为卡马拉说过 他自己曾经在麦当劳工作过 但后来证实是一个谎言 Lying Carmela 这个就是自己说 一日左派 维护工农 维护工会 你根本就没有在麦当劳工作过 又在乱讲大话 跟这个Tim Walls异曲同工的 他根本上1989年的时候 没有去过香港 这个在六四事件的时候 没有去过香港 只会去过香港 之后就说他在knucklehead 说他是蠢蛋 然后卡马拉就说 你小心点 你自然行 真是小心自己 言行的人就是你卡马拉 为什么你说自己是麦当劳做的事 这样的车天大炮都有 即是说这个不是厚误 你没有可能说 即是我 有没有去麦当劳打工 我知道的 我怎会乱扯一通呢 你会不会说 我在麦当劳打工 而你没有做过打工 你胡说一通呢 如果这样的话 我怎会相信你的honesty 诚信呢 有东西就废扯 而且扯完一次又一次 不是扯完那些word salad 软而空洞的迟早堆砌 废话之霸 就是这些谎言 空洞的东西 不知所谓 特朗普要将他一军呢 其实他在Redis 我每天听他的Redis 我都知道了 那么他这个周末呢 这个周末呢 这个周末呢 来着这个周末呢 注意了 在哪间呢 就是很可能 就是 我觉得就是很可能 在Pittsburgh 自己去估计 特朗普就是这个周末 将会出现在 宾夕凡尼亚州 Pennsylvania的 麦当劳餐厅 亲自为顾客服务 那么这个举动呢 麦当劳先生 是不是来了呢 是不是有滑滑滑滑 和这个汉堡神偷呢 就不得而知了 那么这个举动呢 除了吸引了 选民关注 亦都是他回应对手 卡玛拉在工作方面的 造假经验 彰显两人呢 竞选激烈 根据《费城》 《新闻报》的讨论呢 的报道呢 特朗普呢 在20日 将会前往 20日 这个周末 将会前往 美国宾夕凡尼亚州的 匹茨堡 阿克里蘇体育馆 的阿克里蘇体育馆 观看美式足球比赛 当然万人空航啦 支持人士透露呢 当日比赛之前呢 那特朗普就会 衍生 奔夕凡兰格亚州 一间麦当劳餐厅 那我都在匹茨堡附近 未必在匹茨堡附近 是匹茨堡附近的一间餐厅啦 那当然为了安全理由 怕不会先公布 担任呢 这个炸锅厨师 炸薯条 给民众吃 哇 真有趣 你知道 那时候 我在美国读书 有时都光顾莫当劳的 因为那时候很便宜的 如果你说你不煮饭 喂 随便吃些东西 那三四元美金 都基本吃得饱了 那 整个包 有包薯条 有杯小可乐 那大家这样 那你知道呢 麦当劳的油 就很多人害怕了 所以你不要吃那么多 吃肥肥 那所以那些油呢 基本上呢 很多人炸炸完之后 摆在里面 就是铲铲铲 你知道麦当劳全部都是这样的了 哎 他就要做一个 这个 炸薯条的 这个 薯条先生 那 这个 这个挺有趣的 意思就是说 做半个冲 都比你 啊 就是我有做过 我是拍了他做过这个工作的嘛 你不同 你什麽都没有做过 那这个就是说 用这种东西 刮他的honesty 一巴掌的 挺好的 你说是不是很sarcastic 很癫呢 我就喜欢这样的人了 你要这样才做到宣传效果嘛 你不通就说 你坏 你说大话 我不喜欢你 我生你 这些很软弱的表现嘛 Be a strong man 我诈给你看 哼 这样呢 才能够将 他的dishonesty 发挥到极致 就是对卡马拉的dishonesty 发挥到极致 Trump 9月在北卡州 在一场竞争活动中质疑 卡马拉从未在麦当劳打过工 强调这个假故事 并透露自己十月中旬前往麦当劳 将厨师纳入自己的地历当中 即使是工作半小时 我都会比他在麦当劳工作的更长时间更努力 总之我做过一分钟也好 都比他没有做过来得好 那当然啦 卡马拉就在14日 在Irie演讲 特朗普就在福利德菲尔的附近 一个地方 就是Oaks的地方 做事 有个town hall 播音乐 昨天也说过 我就不重复了 看到呢 选情非常激烈 那接着呢 卡马拉和特朗普都争取 不同性别宣民都遇到阻力 特朗普想争取多些男人又遇到阻力 卡马拉想争取多些女人又遇到阻力 但我只是想说一件事 左派媒体很喜欢说 哎呀他要争取某个族群的人 遇到阻力 某个族群遇到阻力 你不断报这些新闻是没有意思的 例如我据例 在香港做选举 以前不是现在没有选举了 以前的选举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哎呀你要争取这个男人支持你 遇到阻力 哎呀你要支持 新移民支持你遇到阻力 你会不会敢报选举法呢 当然不会啦 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无论你什么的性别 即是高矮肥瘦 你的种族 只要你是合资格的选民 大家都是一样 那你说对男人是不是有些新的政策 偏帮男人 有些新的政策偏帮女人 你不会嘛 你不会嘛 就是说你会因为女性有这个产假 这些是基本 但你不会有些其他地方 偏帮某个性别 偏帮某个族群 那你不断去做一些所谓的报道 争取不同性别选民遇到压力 拉近性别差距成政府关键 这些标题有什么意思呢 It's really nonsense stir up一些关于种族和性别的冲突 就是这些潜移默化很多人 而小岛的人觉得这些是有尖锐的矛盾 中了西蒙波巴、Michelle Foucault、沙特 这些左派的Noelm Chomsky 这些读 就是我会说这些完全是荒谬的一些说法 那希望大家都要明白 是相当严峻 那反而我看到卡玛拉 他和华智的共同政歌 我读给你听 就是你听完这段之后 你会知道是一个很荒谬的问题 是吧 卡玛拉和华智的联合政綱 有这样一个说法 他自己网站的 这个不是我自己老作的 卡玛拉是会创造 给黑男人Black Men的机会的议程 包括以下五行 第一 给一百万个贷款 而且完全可以欢勉的 即是说借钱给你 你可以不还的了 up to 即是说我借一百万贷款给你 其中有二十万 即五分之一 是可以不还的 那你那些黑人的企业主 和其他的人要创业呢 你说我是黑男人 你要创业 那我要借一百万 其中有二十万是醒我的 八十万是要还 而且很低息的 甚至没有利息的 我开心啊 只是被黑男人 我这些人 黄中人去到 没有 OK 白人 没有 Hispanic 没有 那你是不是要用那些什么 那些什么 那些 纳粹党那些呢 即是那些什么 武之维生那些什么 集中型 看一下你先 卡玛拉有多少成黑 还有他是不是男人呢 这个很有趣 因为根据这个社会学 左交社会学 和这个左交的这个思想呢 就会分为生理男 和心理男的 生理女和心理女的 你不明白啊 你问一下现在读社会学那些 那些垃圾 不要保育这么多人 读社会学那些 私生 我读了这么多 有生理男和心理男 生理女和心理女的 那既然你在这个性别都可以这么区分了 种族行不行呢 譬如我 今天呢 我是生理王 但是心理黑 那我是心理黑 可不可以拿这个 黑男人的这个津贴 那我去这个美国政府了 那假设我是美国人 我去美国政府了 100万的贷款 20万不用还的 80万可能无息或低息还 我都要了 我据说我要创业了 开多个YouTube 创业了 是吧 黑 心理黑 我就要拿这个钱 可以不可以呢 左交是无极限 左交是无逻辑的 他说你不行 就要生气你 不行 他说你行 就行 所以你可能要问一下 就是 他们这帮左交 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不懂回答 其实常识很简单 我不是黑人 在说什么 还有你为什么只为黑人 做这样的偏帮措施呢 是不是你黑 就是一个 Virtual 是一个善因 是必需要别人都帮你的 是不是这样呢 而这样导致到 这些种族方面的冲突 只是无日无日 但是我在大学大三 读政治哲学概论 有个Kimnicka 有一个政治哲学家 在美国 就叫Affirmative action Affirmative action是什么呢 说你不行 可能数学不需要你考试 黑人可以免试 免数学史入大学的 现在实行这些东西 我当时都觉得痴之以鼻 现在你搞什么呢 一百万贷款 如果你是黑男人 二十万不用还 哈哈 这个是什么 动物农章说过 所有动物都是平等 不过有些动物 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就是你这样做法 你不会使黑人好过 你当黑人是个熊猫寶寶 是需要被人患养 喂食的人 黑人也都不会觉得被empower 黑人也都没有这样的心 你为什么不平等视觉所有的人呢 这个是基本原则 接着有帮助家 你不明白了 黑人那么多年的种族被剝削 现在要补偿他们 为什么 白人上一代的错 要今天 白人这一代的人 要去做牺牲者 而黑人上一代的牺牲 为什么要 今一代的黑人 去做这个受益人 是完全错的 完全错的 接着他说 要支持教育训练 以及给一些好的 paid jobs 尤其是给黑人 使他能够成为老师 这是辅助教育 我不会太批评这一点 还有一点 很有趣 我读英文给你听 你就知道说什么 Protect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s so black men who make them know their money is safe 保障虚拟货币的投资 使黑人的男性 做这些投资的时候 明白到他们的投资是安全的 你是不是先保证他们赢 保证他们先保底 不会先虚拟 如果是 那我都是心理客 我是不是掩黑自己最好的 一定赢 赢的是我的 永远不会输的 而这些要保证的钱 在哪里来呢 刚刚你说每个人一百万的贷款 那在哪里来呢 那你说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s 为什么黑男人就有机会被人保证 他的磨尿 很安全 但不是黑男人 就不一样 是不是黑男人是stupid的 他们不懂得自己 懂得自己投资有风险的 于是要保护他们 你当他们是什么 当他们是星星 当他们是猴子 这件事很侮辱人 有些黑人觉得 不怕被侮辱 至今怨为牢 就是这些左膠想说的 第四点 Launch a national health initiative focus on the illnesses that disproportionately impact black men 即是说 如果有些疾病 它比较会影响到黑人男性的话 会去搞一个全国性的健康的倡议 专门帮这帮人 你说的东西完全是松玉梦 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如果你说健康的 或者健保保险的一些处于里面 对于黑人男性有特别好的处理的话 That's really bad 你为什么会因为族群和性别 不是black men特别好呢 黑女人没有 黑男人才有 还有一个更有趣 第五点 听完之后你真的 左膠就是左膠 什么叫左膠 就是evil 第五点你知道说什么 Legalize recreational marijuana and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black Americans to succeed in this new industry 将娱乐用大麻合法化 然后制造就业机会 给黑男性 而使得他们可以在这个新的产业里面成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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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要那些黑人男性 每个都在买些什么 娱乐用的大麻 然后Legalize娱乐用的大麻 哇 哇 奥巴马最开心 以前游小 已经吃大麻 他最开心的这种东西 是不是想这样 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些东西 就是什么叫左派 抹大只眼看清楚 不是在你研究院 或者在你那个书斋里 看那些书 做一些研究 引用一下别人的助脚 搞到impact factor 就完成了 这些学购 我不是说他们做的完全没用 部分人是很厉害的 小部分 我看过大部分的papers 是很差的 差到又怎样呢 搬至过止 这些现实出现的 一些垃圾agenda 竟然 各个左家拍照 我想问 好像我这样 在开麦的 做YouTube的 亲近左派 支持哈里斯 支持民主党 那些评论人 KOL whorever they are 他们这些人 有没有看过这个政綱呢 是不是应该要问 他们这些人 对于Karlene Harris will create an opportunity agenda for black men 这个政綱 有什么感想呢 如果他没看过 为什么他没看过 就可以支持哈婆呢 看过之后 他为什么也会继续支持哈婆呢 我们要答案 哎 这些小事而已 每个黑人的创业者 比100万是小事 这个娱乐用大麻合法化 给所有黑人的美国人 都可以参加这个地方 新兴产业 你叫你买大麻 那个叫大麻黑 是不是这样呢 就是 这些就是我觉得很难理解的地方 跟着你加州 啊 不知道出于什么理由 不让Elon Musk发射SpaceX 最近有一个 就是Rocket很精进 好像有个筷子被人夹实 那个我看那段片 阿特朗普也经常说这段片 那你知道 就是加州海外委员会 10月10日 以6-4的票数 否决了US Space Force的请求 这个US Space Force当时请求 希望SpaceX公司 能够将它叠英9号火箭 Falcon 9 rocket 在Vanderburg Space Force的这个Base 的连发射次数 由36次增加到50次 就是利用 就是 美国太空军 利用Elon Musk 这个很厉害的这种技术 就是外太空的 一些Rocket 飞回来 准确到 刚刚入到个洞 被一个筷子夹洗一样 这个很厉害 而他这个 美国的太空军 请求民间的这间SpaceX公司合作 希望在发射的时候 36次增加到50次 那么这个请求呢 竟然被加州海外委员会 以6比4的票数得否决 激怒了Elon Musk 说他这个是违反了 这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 揚言提高的 那么这个在Gavin Newsom 就是 特朗普常说 Gavin Newsom 这个加州主政之下 是不是有 这个 因为Elon Musk支持Trump 你否决他的问题 不认不认 还需要面对大家的情况 OK 另外也要和大家报告 Georgia已经开始提前投票 如果大家住在Atlanta 或者Georgia的属民 记住要投票 因为在15日起 去到10月15日 即是10月15日 去到10月1日期间 10月15日已经有超过25万人投票 几乎是四年前的两倍 显示到选民对今年的选举相当踊跃 尤其是共和党的策略改变了 就是催大家提前投票 在15日的美东时间下午4点为止 已经有25万2千名选民提前投票 几乎是2020年大选首日投票的13名6千名选民的两倍 是破纪录的投票率相当高的 那么大家都会觉得 在今次11月5日之前 可能四成半个选民 在各州都已经提前投票了 而真的有五成多的选民 可能要去到11月5日当日 才会实际投票 那么大家知道 Georgia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州 如果你告诉我 有两个关键州 哪两个呢 我会告诉你 是Pansylvania No.1 No.2是Georgia 这个刚刚讲过的选举制度的问题 以及提前投票的踊跃 你会看到 Trump 现在是相当气势如虹的 但是投票制度的改革 就是所谓的人手点票的割钱 这件事始终对Trump 不是太有利 你必须要明白这个风险 那么当然了 另外就是卡马拉 就会去到这个Fox News 直到Trump 的地盘 其实不是Trump 的地盘 它是一个中性的 或者中间偏右一点的一个媒体 接受了Brett Bayer主持的Special Report 特别报道的采访 预计访谈时间25至30分钟 会否出出一些Teleprompter 大家要看 这个播出时间会在周末播出的 大家拭目以待 希望继续大家关注有关的新闻 我们每天都会和大家跟进 如果有什么意见 可以写在留言的地方 下次节目再见